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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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百年真相》 迄今為止 中共最高法院已經有3名副院長 因為貪腐被查 其中2名2級大法官被判處無期徒刑 一名1級大法官正在被隔離審查 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 這3名大法官如何執法犯法 玩弄法律 最後淪為接下囚的往事 先來說 原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友 黃松友是廣東汕頭人 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 後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畢業後 他在廣東省高級法院工作了10多年 1997年3月起 任廣東省湛江市中級法院院長 市政法委副書記 1999年6月起 任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 民事審判庭庭長 2002年12月起 任最高法院副院長 但是到2008年10月 黃松友突然被免去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審判委員會委員 審判員職務 2009年8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並被進行立案檢查 讓黃松友的腐敗案發的 是位於 原於廣州市的中國第一浪尾樓 中城廣場 這座浪尾時間長 牽涉面廣 牽涉資金多 復活歷程曲折的中國第一浪尾樓 竟然被兩家名不見經傳的公司 竟拍成功 這兩家公司聯手 以9.24億元人民幣的低價 收購了中城廣場 並很快出手轉賣 售價超過13億元 竟賺4億多元 這一離奇的拍賣與轉手倒賣 讓外界深感 拍賣可能大有貓膩 隨著廣東省高級法院 原執行局局長楊賢才的突然落馬 黃松友這個深藏幕後的大法官 也終於被牽扯了出來 2010年1月19日 黃松友因犯受賄罪 貪污罪 被河北省廊坊市中級法院 判處無期徒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他是中共奪取政權以來 因貪腐犯罪受審的第一個 最高法院副院長 二級大法官 黃松友不服判決 上訴至河北省高級法院 2010年3月17日 河北高院駁回上訴 維持原判 法院認定 2005年至2008年 黃松友利用擔任最高法院副院長的職務便利 在有關案件的審判 執行等方面 為廣東法治聖邦律師事務所律師 陳卓倫等5人謀取利益 先後收受錢款 折合人民幣共390億萬元 黃松友還曾利用擔任廣東省 湛江市中級法院院長的職務便利 夥同他人騙取本單位公款308萬元 個人分得了120萬元 黃松友是誰提拔的呢 在曾慶紅擔任分管中央組織部的 中共政治局常委時 他被提拔重用為最高法院副院長 我們再來說 另一個被判處無期徒刑的 原最高法院副院長西曉明 西曉明是江蘇常州人 1982年從吉林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後 被分配到最高法院工作 工作期間 他在北京大學拿了一個法學硕士學位 一個法學博士學位 歷任最高法院研究室書記員 審判員 經濟審判庭副庭長 民視審判第二庭庭長 最高法院副院長 二級大法官 西曉明是習近平發起反腐打虎後 司法系統落馬的首虎 也是中共建政以來因貪腐犯罪 被判刑的第二名最高法院副院長 二級大法官 2015年7月12日 西曉明因涉嫌嚴重違紀委法被查 同年9月29日 中紀委發布開除西曉明黨籍的通報 連用五個嚴重形容他的問題 分別是 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嚴重違背依法治國決策部署 嚴重違反組織紀律 嚴重違反連結自律規定 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 2017年2月16日 西曉明因犯受賄罪 被天津市第二中級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判決稱 1996年至2015年 西曉明在擔任最高法院經濟審判庭副庭長 民視審判第二庭庭長 審判委員會委員 副院長期間 利用權勢為相關單位和個人 在案件處理 公司上市等事項上提供幫助 任何其親屬收受以及本人直接收受相關人員給予的財物 共計折合人民幣1.14億元 西曉明的問題突出表現在與違法律師 司法前客 不法商人相互勾結 收受巨額賄賂 干預司法 導致網法裁判 據大陸財新網透露 在西曉明收受1.14億元巨額賄賂中 方正集團原CEO李友以5000萬元名列行賄者榜首 騰信股份實際控制人徐偉以3900萬元緊隨其候 2011年 騰信股份公司提交了申請上市的申報材料 徐偉請西曉明之子西嘉誠幫忙 承諾送給他48萬股騰信公司干股 2011年6月 西曉明在明知西嘉誠 收受騰信公司干股的情況下 利用自己的權勢為騰信公司上市提供幫助 2015年5月 徐偉送給西嘉誠3900萬元人民幣 西曉明的落馬跟山西煤商張新明的一起 百億礦山爭奪案有關 2004年3月 張新明在山西近城市陽城縣 投資1800萬元 獲得京海煤礦60%的股權 北京新業投資公司持股40% 到2007年底 張新明因資金短缺 把他持有的60%股權 全部轉讓給他的合作方 沁河投資等交易完成後 京海煤礦市價急劇飙升至百億元 到了2009年上半年 張新明反悔了 希望要回出讓給沁河投資的股權 但遭到拒絕 從2010年3月至2012年6月 清河能源遭到張新明一連串的起訴 要求廢除當年簽訂的 京海煤礦轉讓合同 歸還股權 理由是 當年的轉讓價格過低 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 2011年 最高法院判決張新明勝訴 張新明勝訴的關鍵原因是 他通過中間人 買通西小明的兒子西嘉成 最後西小明運用他擔任最高法院副院長的權力 做出了有利於張新明的判決 這個中間人又被稱為司法前客 就是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王有充 王有充從張新明處收受3000萬元 其中1800萬元給了西小明之子西嘉成 餘下1200萬歸他自己所有 這個百億礦山爭奪案 法學界進行過多次討論 判決結果出來後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梁慧欣說 如果煤炭不漲價就沒這個案子了 煤炭漲價了才有了這個案子 這個判決顛覆了十幾項法律原則和制度 那麼這西小明又是誰提拔的呢 他也是曾慶紅擔任分管中央組織部的 中共政治局常委時 被提拔重用為最高法院副院長的 最後我們再來說 原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勇 2022年3月21日 沈德勇應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被查 沈德勇是中共建政以來被查的第一個 一級大法官 是2022年被查的第一個政部長級高官 也是19屆中央委員中第三名被查者 前兩人分別是劉士瑜和傅政華 據財新網報導 多位消息人士表示 沈德勇是2022年3月17日前後被帶走的 此前一兩週 他在最高法院工作時的三任秘書 先後被帶走協查 他的一些親屬也涉案被協查 財新網早在2020年就報導說 曾任沈德勇秘書的辛志宏 從最高法院離職後 擔任了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主任 該所代理的最高法院案件 標額超過千億元 其中一桩涉及新華人壽保險公司股權糾紛的案件 在全國政法隊伍整頓期間 被中央督導組關注 據說這是沈德勇案發的導火索之一 沈德勇是江西修水人 他1983年從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畢業後 先後在江西省政法委和省高級法院任職 當過江西省高級法院副院長 江西省紀委副書記等 1998年沈德勇被調到最高法院任副院長 審判委員會委員 二級大法官 曾慶紅是中共江西幫幫主 江西省的高官 或從江西調到中央的高官 大多與他有直接關係 1998年沈德勇從江西調任最高法院副院長時 曾慶紅任中南海大內總管 中央辦公廳主任 當時的中組部長張全景 連中央委員都不是 如果曾慶紅點名掉沈德勇 張全景恐怕不敢不執行 在過去二十多年裡 中共政法大權一直掌握在 以江澤民 曾慶紅為首的江澤民利益集團手中 從中央政法委書記到最高法院 最高檢察院 公安部 第一二把手大多是江曾派系的人馬 我們今天說的三名最高法院副院長 黃松友 西曉明和沈德勇都屬於江曾派系人馬 江澤民 曾慶紅以腐敗治國 是中共黨政軍最高層 最嚴重腐敗分子的總後台 他們提拔重用的三名大法官 最終淪為階下囚 這一點也不奇怪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了 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了點贊留言 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